欢迎两位 现在不成熟是吧 是 有觉得自己不成熟吗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们俩谈了多久 不到半年 怎么认识的呀 因为我去年六月份毕业 就是我的工作是跟学生是有打交道 然后有一天我去学校里边吃饭 他自己创业 我认识了他工作室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朋友认识的 谈了半年了 就发现有问题了 对 分不掉这个手吗 如果分得掉的话就不用来了今天 为什么分不掉呢 有感情吗 哦 有感情 你对他还有感情是吧 对 怎么了这小伙子 怎么不成熟了 因为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他挺有上级心的 就是把自己的职业啊 还有工作整个就是规划特别好 挺阳光的一个大男孩 特别热心 再往后的话 他就是感觉 他只是说的比较好 然后实际行动就特别跟他说的对不上 我就感觉到 他各种事情 包括工作呀 还有生活中就是很多东西 都感觉不合逻辑的这种 就特别不成熟 哦 你能举点例子吗 就比如说前一阵吧 他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删掉了 客户就是找我聊工作的一个微信 之后那个客户如果不给我打电话的话 我都不知道有这事儿 让我那个工作反正就那么没有开展下去 我当时特别生气 嗯 那不当时我删了也有原因吗 他升职了之后 他每天的生活里和这个感情世界好像只有工作 白天工作晚上工作 他进去升职了之后 他就是说 白天不知道在公司怎么样 晚上回来之后 凌晨了 他还拿着手机电子在这儿 那我不也是为了咱们俩吗 我要不为了挣钱 你为了咱俩 但是你也得分制着时间 对吧 你说你一个女孩每天工作那么辛苦 这个人物量那么大 你说你都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说这不是为你好吗 关心你吗 所以你删除他的微信 我删除他微信 就是说他那个客户 之前他们合作过 那之后就是静期的话 对啊 你都说的是合作过的 合作过那客户 他对你有啥意义 你不知道吗 我就感觉他对你不怀好意啊 你自己心里都没谱吗 那他看到他那个 客户他发了那个微信之后 他说周六下午四点怎么怎么的 我就像周末呢 你不是正常休息吗 你还得去工作 反正我们俩这个 这个平时时间就少了 就我一度 我看那微信之后 我当时就杀了 我还没打算告诉他 那个客户 他是跟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 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就是他就觉得我们 那个微信啊 电话聊得太频繁了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我们搞了一点小矛盾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业务 他就说因为也是熟人了嘛 就找我 结果他就拿这事又说是 就说我们家人太亲密 之前就是你们合作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对你有没有好意 你们公司再也没有其他职员 就拿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吧 那老板对他老献应勤了 那之后就是那天 我下班早一点 我说我去接他 那时候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下班了 陪客户去吃饭了 那行那你就去吧 快吃完的时候 你跟我说一下 我去接你 都八九点了 他还没给我打电话 我就挺着急的 给他打电话 他说那不用了 我已经到楼下了 我这事忘了 我说你咋回来 他说那个是客户送他回来的 我就心里挺纳闷的 我说你这吃完饭 你自己打开车吧 你还得找客户送给 他俩说的事 我就说你啥事说不完 饭桌几个小时 你说不完 你还得回来到时候说 这事我之前跟他提过 不是说送我回来 是人家顺道 我一般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说事的时候 我就把手机放边上 就不看了 因为特别不礼貌嘛 然后我就把这事忘了 那这就是我的不是 但是你要说他专门送我回来 还献殷勤 这我就不太乐意了 那你说献殷勤 不是吗 一送楼下的时候 他还特意跑下的时候 给你把车门拉开 那是一种礼尚往来的 礼尚往来的 礼尚往来的 那是客户 你就一直就是说 第一次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那人家大老板 你能在乎这样 会看我一个小职员吗 那不是文质兵兵 有礼的这种 他每次就是拿这种理由 把这个淘涩过去 他这边客户有这样很多呢 总是这样淘涩过去 但是就是说周末了 你说休息吧 那这样说就不好了 那你怎么能说 删不过来 搞得我好像 跟每个人都有事一样 那我也没说 没说你跟每个人都有事 我问错了 对不住